强化台中市公车路网是否在复兴路、中兴路、台湾大道、中兴路等六大路廊上推动干线公车 并且用六种颜色来方便辨别六条路线 尖峰时段10分钟一班、离峰时段15分钟一班 其余一致正式上路 希望透过完善的公车路网吸引更多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啦啦对女孩动感活泼的舞蹈为活动热力开场强化公车路网 台中市府在复兴路、台湾大道、中兴路等六大路廊上推动干线公车 并用六种颜色代表六条路线7月1日正式上路 这六大干线都是我们台中市搭运的人数最多的六大条路线 那分别从100、200、300、500、700、900这六条干线 那因为它搭乘的人数太多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提高它的那个班次 那10分钟就有一班 离峰时间15分钟就会有一班 第二个我们的这个所有呢都采成绿能的公车 第三个采取低地板无障碍的公车 另外呢所有它的这个识别系统把它加强 有六个颜色 请启动 根据统计台中公车达成运量从每年5000万人次成长到1.3亿人次 受疫情影响近年成长缓慢 因此决定在六条主要道路上实施干线公车 尖峰时段10分钟一班 离峰时段15分钟一班 部分行驶路线也有所调整 站点上面原则上我们会按照既有已经在这六大路廊上面的站点 来做这个设站的需要因为这个民众已经有一个习惯在了 那事实上这一次在干线公车那边国外会强化的不只是既有的使用者使用需求之外 我们希望让外地到台中来的人更方便能辨识搭公车的系统 他方便知道怎么样搭公车 从颜色的识别就看得到 这公车的路线要近站了 那搭去什么地方 就会影响到到站的时间 所以民众有时候就会说 以最多人搭乘的300路台湾大道干线为例是有梦想栏 在各后车站点也会有相对应颜色来方便识别 让台中公车路网更升级 吸引更多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